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代会现场骑海飘扬在中国媒体浓缩成短短28秒影片后 中华民国国旗被消失 就连国民党吴主席的致辞也有玄机 本案本党提名韩国瑜同志为本党总统选举提名人 本案本党提名韩国瑜同志为本党选举提名人 怎么同一段致辞到了中国媒体的网站上 总统两个字被消失 还上了台湾省的字幕作为介绍 连韩国瑜上台也都被打上一大片马赛克 我们把原始袋子调出来看 原来是总统两个字被消失 该如何守护台湾主权 韩国瑜誓言要让国旗飘扬 却遭中国媒体剪接处理 甚至送上马赛克 韩国瑜将参选中华民国2020总统 如何守护台湾主权和民主成为重要关键 三立新闻田区长赖湾湾高雄报道 三立新闻田区长赖湾高雄报道